排胎停育现在在临床上非常的常见 它的原因也比较复杂 首先有母体的原因 也就是腹起双方的原因 首先第一个就是遗传的原因 就是染色体腹起双方 任何一方染色体异常的话 那么都可能会导致胚胎停育 像现在临床上比较常见的 像染色体的平衡移位 螺丝移位这些 它的胚胎的染色体异常的几率就比较高 那么异常的胚胎的染色体 这种胚胎着床以后 它停育流产的几率就非常的大 因为这是一个叫自然淘汰 它异常的胚胎它流掉了 免得它生出来一个异常的孩子 所以这叫自然的淘汰 那么还有就是这是染色体异常的 就是遗传因素占的是比较多的 就是大人染色体异常 那么胚胎染色体也异常 所以它就会流产 那么再就是母体的内分泌的因素 比如甲状腺功能的异常 还有血糖的异常 这些也会导致胚胎的轻疑 还有包括就是女性的黄体功能不健全 也就是它的蕴酮分泌不足 那么蕴酮是维持胚胎在公家发育的 一个重要的因素 如果蕴酮分泌不足 那么就不足以维持胚胎在胚胎内的发育 所以也会导致胚胎停育 那么再就是子宫本身的发育的畸形 胚胸比如双脚子宫 或者是纵戈子宫 或者是单脚子宫 或者是子宫发育不良 子宫太小 还有严重的安装子宫等等 这些子宫腔的异常 那么就会影响胚胎的发育 这些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 那么还有一些比较复杂的因素 就是免疫方面的因素 还有凝血方面的因素 所以这些都要去做相关的检查 来明确诊断 那么如果是凝血方面的问题 尤其是血栓前状态的这些 导致胎盘部位容易形成血栓 影响胚胎的血液供应 所以也会出现胚胎的停育 那么免疫方面的问题 就是我们女性自身 就是怀孕以后 要产生一个封闭抗体 来保护 就是是母体的免疫系统 就是和胚胎的免疫系统分开 也就是说 让母体的免疫系统 就是不能够不去识别这个胚胎 把胚胎这个视为一己的东西 就是保护胚胎 不被母体排斥掉 如果母亲缺乏这个封闭抗体 那么母亲的这个淋巴系统 淋巴细胞 就会把胚胎视为一己的东西 然后给它排斥掉 所以就会出现流产 所以呢 胚胎停育是一个很复杂的因素 那么夫妻双方要做检查 那么流产的组织也要做检查 也就是我们查一查 胚胎本身是不是染色体异常 那么如果胚胎染色体异常 那么它停运流产 就属于一种自然淘汰 如果胚胎本身没问题 那么可能更多 要从母亲夫妻或者夫妻双方 来进行原因的查证